公安部决定,自9月1号,也就是明天起,在北京、天津、济南、青岛等28个城市,全国第一批推广应用电子驾驶证。 电子驾照都有哪些便利,又该如何申领呢?来看记者的报道。 想要申请电子驾照,首先要下载注册,交管12123APP,点开之后在我的驾驶证选择驾驶证电子版。 也可以在业务中心选择驾驶证电子版,因为济南是在9月1号才开通这个电子版驾驶证的申请,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驾驶证电子版功能上面开启的页面,具体的我们可以借助样图来看一下。 申领电子驾照时需要提交申请人的照片,既可以选择系统默认的照片,也可以选择相册上传或者手机拍照上传。 提交信息后,公安交管部门将在一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。 审核通过后,驾驶人就可以通过APP来使用电子驾驶证了。 需要提示的是,申请人的驾驶证应当在有效期内,驾驶证存在扣留、暂扣、预期未体检、预期未审验、公告停止使用等情形的将无法申领电子驾驶证。 电子驾驶证适样全国统一与指质驾驶证拥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在全国范围的路面查验、违法处理、事故处理、汽车租赁、保险办理、驾驶证资质证证明等场景都可以出示使用。 如果在路上我们开车的时候,可以我们携带我们电子的一个驾驶证,它的出示是非常便利的,你主要打开12123,电子驾驶证的一个出示,要求是现场出示,这个是不能够下载,就是通过及时的一个显示。 明经也提醒,在部分情形下,电子驾照不能完全取代只置驾驶证的使用。 到期换证,降级换证,还有我们需要在窗口办理的一些准驾车型变化的一些驾驶证业务,这个需要提交我们的指质驾驶证。 处理违法,处理事故的时候,窗口民警要审核我们驾驶证,指质驾驶证原件,特别是需要扣留的一些情况,需要提交指质驾驶证。 另外,从明天起,全国218个城市将推广应用小型非营运载客汽车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。 山东省内则包括济南、青岛、德州、东营以及前期试点的城市资博。 以济南为例,新规实施以后,在济南办理二手车转集业务的车主,无需载到原车辆转出地验车提档。 转入济南的车辆浪案资料,实行网上传递,可以直接在济南办理车辆查验登记,无需返回登记地验车办理转出, 变两次登记查验为一次登记查验,减少两地往返。